今天我們非常的開心可以邀請到 生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段彩玲女士來到我們的現場接受我們的專訪 彩玲你好 你好你好 彩玲想要請問一下 生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然後是在什麼樣的基源成立的 它是一個出版社 那它是專門做IT書籍的出版社 像是大數據啊 AI啊 程式語言啊 ChairGPT等等這樣子的書籍 那另外一個產品 就是我們有帶領美國的這個SSE的國際認證 那這個國際認證 它其實也是for IT 類型的國際認證 那通常都是給記者生去考試的 那其實這兩個產品並不相撞 那我們主要都是透過 就是希望說學生可以做產學接軌 就是他在念書或是在考試之後 他其實畢業可以順利的找到工作這樣子 嗯哼 對啊 其實我發現這個market對你們來說 真的應該是真的很值得開發的 然後現在的人很怕自己被這些什麼 AI人工智慧所取代 實際上我們知道說 在你怕被取代之前 你先想好你要怎麼樣去運用它比較重要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他其實是不會用 不會用他就要買書 其實這個東西去的GPT他沒有很好 但是你要會問問題 你要會跟他問說我要怎麼問 我要訓練他回答問題 那這個時候看這本書就是很重要 嗯哼 問一下 就是您是共同創辦人 那創辦人他本身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背景 使得我們的這個 深知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很快的這個團隊就成立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黃金團隊 他是一個這個擁有三十多年經驗的 寫書 IT 作家 是 所以他這個人通常不在寫書的路上 就是正在寫書 他剛才說就是這樣子 一直寫一直寫 那就是他的著作也五等身這麼高 所以他其實就是本來就很有經驗 所以我們深知的在2019年創立 4月1號這個愚人節創立的時候 我們出版第一本書就是他的書 那就一戲之間就其實是賣得還不錯的 是 那他怎麼找到你去跟他共同創立這個公司 我們以前有在集團一起工作過 後來就是一起獨立出來這樣子 那所以在那個大的這個出版公司 到現在我們成立 深知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你覺得最大的可以讓你發揮的空間在什麼地方 最大的空間來自於說 這個我的授權 就是說我可以做我短中長期的計畫 那等到我們深知有了自己的穩健 穩健就是穩了嘛 那我們會希望說擁有一些 可以去社會責任去專注 專注在一些本來我們沒有辦法去專注的議題上面 比方說社會責任 那比方說還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去協助的這樣子 嗯哼 其實你本來就是那種很會找到就是好的作者 然後呢基本上這些作者其實都很害羞 你要把他們找出來對不對 對我發現這個IT作家男生都慢害羞 而且年紀都非常的小 26歲 我超過30 對年紀都很小 嗯因為現在的人很多都會覺得說 欸不會有人看書啦 覺得這個時代不是看書的時代 那你們需要特別說服他們嗎 會就會跟他講說欸我觀察到 比方說你有開課啊你有經營部落格啊 那如果說這些東西我們把它濃縮成一本書 那對你來說幫助在哪裡啊 對你的未來之類的 那有些人如果說他在準備面試什麼的 他就會真的很想要一個著作 那看人啊就會每個人不一樣 嗯 恐怕就是在寫書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再次釐清他的思緒對不對 對 嗯因為寫整本書下來你的邏輯是重新會順過一次的 是 對所以對他來說本來本身的效益 不是只有版稅啦 是還有說像是你邏輯重新整理啊 然後甚至是你的整個身上的技能 就是你身上擁有過的 比方說課程啊部落格啊全部在整合在這個書裡面 是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嗯 你們在幫他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那個很懶惰的作者 就啊我有課程直接去我的課程 然後幫我去梳理梳理 然後就可以出書了 有那麼簡單嗎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要跟他溝通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還是要麻煩 這邊就是勤勞一點 就是重新順過一次這樣子 這個編輯是沒有辦法這樣看的 但他願意出書的時候他真的可以嘗到一種紅的滋味 因為你們還是有用這種行銷的方式 比如說會幫他辦這個簽名會 也超出你的想像對不對 對啊就是會幫忙協助作人辦一些簽名會啊 或是線上的直播會啊等等的 你就會發現說 蛤真的有人這樣來排隊 然後要一個簽名 然後更書自拍這樣子 這個都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啦 那也有甚至是我只是串長直播的 我也有可能在其他的活動上有人就跑過來認識你說 我有看過你的直播 那我也嚇一跳 我想說那個重點也不是我 就是等等之類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覺得多方嘗試是很重要 對 因為他們其實這些年輕人他們是工程師背景 所以他們可能不會想說自己的書可以暢銷到哪邊去 他們不知道說他們真的是來到一個時代 是屬於AI的時代 有多少人需要懂這些東西對吧 對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會取這個生智這個名字啊 因為當初我們的slogan是 Deepen your mark 那我們就希望說這個 我們可以就是讓讀者 深耕跟穩健在這個AI的IT的知識領域裡面 是 對 所以我們就是深度的這個智慧 深度智慧這樣子去取名它 那我們的logo其實是一個冰山的設計 那當初也是我發想的啦 因為其實冰山你只能看到 它上面的一個尖尖的山頭 可是冰山下面它其實蘊藏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識 而且冰山下面蘊藏很大一塊是看不到的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形象的概念 我相信你們公司一定是把自己 希望就是朝向是第一品牌 而且實際上你們在這 2019年到現在對不對 你們在這幾年當中 你們發現你們真的有站穩腳跟 對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這樣子 那而且你們不是只有台灣這個市場 你們是整個華文的市場都有去開發對不對 可以講一下這個經驗嗎 我們在另外一個產品 SSE認證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拿到的是亞洲區的代理 那亞洲區代理就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們在新加坡 中國 港澳都有 都有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推廣 是 對 所以其實蠻常也是要飛過去 然後去維護一下客戶 或是去開發新的客戶這樣 是 對 那其實我們創辦人 你剛剛講說他很會寫書啊 那他其實寫的書那個品質之好 他拿獎對吧 對 他拿獎了 他今年因為 跟你講這個二月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卻GPT的書上了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創辦人還沒有想要去寫這本書 他就想說那我們就看看 其他哪些年輕的作家想要寫 卻GPT嘛 年輕人會玩 那問了以後大家都沒有 就覺得他不敢去寫這樣 那他就好 然後我就228連假把它寫出來 結果他就寫出來之後 我們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編輯也是趕啊 然後去趕那個 教稿啊 排版啊 然後上次送印啊 上次 是 就我們出版了 國內第一本去的GPT的書 OK 賣得很好 好幾刷 那他今年就榮 就是榮登這個 十大華文的暢銷作家 是 很少IT作家可以入圍 是 哇 對 我一方面對於 剛剛他得到這樣的一個 蘇榮覺得很為他高興 然後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好奇的是說 你們出書的這個速度真的超快的 對啊 就是我們其實團隊是輕盈的 那就是很敏捷 就是隨時在調整那個速度 所以如果說這些年輕作者他們真的知道說書的好處 書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而且他其實整合度是非常好的 你在線上看課程跟你實際上有一本書 然後這樣子去翻閱的時候所得到的這個know how的感覺 其實是很有他的那個獨特的魅力對不對 對 所以有沒有年輕的作者自己知道要來找你們了 有啊 就是也有自己投稿的 然後也把大綱整個寫出來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他很有想法 是是是 最近就有一個行銷完數據的 然後就想要出 然後我們就準備一月的時候讓他上市這樣子 嗯嗯嗯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到目前為止 對你們的feedback一定非常好 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 你想要講一講 分享一下這個feedback的 我feedback其實蠻多 在這幾年就是每一年都有 那其實有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在活動現場 那有人來跟創辦人相認 然後你看到他已經年紀蠻大的 他說我是看這個人 這個這個作家的書長大了 然後非常謝謝他當年就是出版了 可能都是講那種已經很過氣的那種程式 就是那種已經我們已經沒有在用的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 就是我聽沒有聽過的 已經過年代的 他就是看一些書長大這樣子 DOS時代的 DOS時代 對 那他就會很感謝他就是出了這樣的書 把他從這個初學者引進來 那他可以慢慢的爬 然後到中年可能到了主管職 然後再慢慢的走向退休 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所以其實出版是非常重要的 有這樣子的相認 那也有就是說 我們其實整個團隊 可能一起在某一場活動很認真的推廣 那可能當日銷售都可以再刷一千冊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這樣子 對 其實你們的書啊 或者是創辦人他寫的書 很棒的就是零到一最難的這個階段 對 幫大家來突破對不對 對 因為零到一其實會有很多的歸大牆 撞牆器 那如果說又沒有一個很好的專注在旁邊帶的話 他其實看一看 然後他城市就是跑不出來 就是敲一敲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有時候其實都是需要人家點一下 或是要人家一步一步一步的交 那其實創辦人的書 他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優勢 是 好喔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就是深圳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個短中長期計畫 我們短期的計畫就是繼續的開發國內市場的作者 然後好好的培養他們 那因為我當然會希望說我們公司的產品線 他不是只有我們創辦人的這一條 都賣得很好的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有其他的系列的作家 不是說出一本就沒有了 系列的 那既然說你有多少技能 我們當然希望說你可以就是去多出幾本書 然後我們變成一系列的書 對 就短期計畫是這樣子 那中期計畫其實我們漸漸的就是有在走向 就是關懷這個社會企業這一塊 所以我們年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有做這個聖誕節的公益企劃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捐輸到偏鄉 因為其實出版業來說 你很多書 你超過三年 你也是得把它報廢掉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個資源的配置 才不會浪費 也不會浪費紙張 對 那這資源配置我們當然希望說 因為有些偏向的小孩子 還沒有走進 你說現在是全民coding時代 但是其實真的有些偏向小孩子 根本就打不上編的 那我們創辦人的書 又很適合初學者 那我就會認為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 有一些書可以就傳遞到偏鄉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知識 知識性的傳遞 那對我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再來長期的計畫 其實我們在營運上來說 因為我們還有SSE的認證 那我們還有希望 書可以走向電子的話 那不是只有在銅爐買 我們還想要在自己的網站上販售 那SSE認證來說的話 我們當然是想要 不是只有沿海的這個城市 就是中國沿海的城市 我們當然希望說 再往內去推它 那甚至會有其他國家 去成為我們的經銷商 去做考試 對大概來說是這樣子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你這個創業的歷程 當初本來是在 比較大的那個出版公司 然後跟我們的這個 創辦人相遇之後 然後這整個的一個火花 最令你興奮的是什麼 最令我興奮的一個轉折點 是因為我一開始 只是一個行銷專員 然後我就是常常 on一些作者去出活動 然後去推推書 每一個月就是去制定書的行銷計畫 可是你這個做兩年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點膩了 那膩了之後 你就會開始想說 那我去學一學數位的好了 所以其實我下班的時候 蠻好去上課的 那上完課以後 也還沒有想要轉職 那有一天 剛好我們創辦人出了一本旅遊書 那這旅遊書你壓力可大了 這個你銷不好 這個是你老闆的書 那我就瘋狂念 瘋狂念 每頁都念好幾遍 還折起來 然後後來就把這個旅遊書 帶去上雜誌 廣播 報紙 等等之類的 都全部曝出去之後 他看到 看到了之後呢 他就覺得說 這個技能是可以去做業務的 然後就把我調到 這個SSE認證的 這個海外業務的部門去 那我們就 我就一開始其實 其實 一開始其實我沒有辦法 因為你們的陌生開發壓力很大 剛好我母親是一個超級業務 因為我母親也是開公司的 他是業務出身的 所以其實我每次在做陌生開發聯系的時候 我都會跟著去學 就是去揣測說 下一步 對方要幹嘛才不會被掛電話 那都當你的List都排好以後 你才可以成功的飛出去 所以我大概2018年的時候 我飛了大概23趟的旅程 OK 就這樣飛啊飛 然後就不是在飛行的路上 就是人就是在大陸這樣子飛 那個還好年輕的時候有嘗試過 我覺得非常興奮 因為那個壓力 我當時是複合的下來 OK 對 那你現在就是很能在陌生的環境裡面 跟人家溝通 對我來說 開發作者也是開發 可是就沒有當初那個那麼大的挑戰 因為你現在人在台灣 對 所以那個感受是不一樣的 嗯嗯嗯 整個的演技啊 各方面啊 作為一個共同創辦人啊 然後 也願意就是在這個社會的這個 責任去做一個更多的承擔 這個我相信都會是讓創辦人看好你 然後覺得說 甚至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他可以走向更好更大的未來 今天非常謝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您 謝謝